欢迎每日一答回答些臭薄的养活问题 第一个猪宝你看 这个黑红斑一样正常吗 如果说你离近了看它就不正常 你要是离得很近了看 我的脸上也是全部都有斑 白头发 那看就不正常 你要离远了看整体 所以养活呢 大家不要过分的去离得很近了去研究 不论是哪一盆花 我只要是给你拿起来 你比方说这盆花 你看看的还比较健康对吧 我给你拿近了去看 你看这个叶子背面 对吧 很多话说这不是病吗 还有这种也有个坑 所以说有些个东西 扛不住细细的端详细细的看 懂了吗 如果说整体很哇塞 你就不用管它 明白了吗 所以华尔门一直跟华尔门说 你拍照片的时候 尽量给我发个整体的照片 就是因为这个事了 像个猪宝 玉露叶子扁 怎么回事 这不很正常吗 猪宝 像玉露这种 你控水控的多了 它就瘦 你水多了 它就长得肥 明白了吗 这话让老板水多了烂 虽然说你用的土 一定要浇了水 能立马溜出去 就是可以给它用 沙子 纯颗粒 明白了吗 肥料也可以给 明白了吗 吃饱 适当地给一点光照 别暴晒 如果说你一点光照没有 水还很大 它就涂涨 咱那也很瘦 懂了吗 而且还跟你说个事 你买到的玉露 就是在最好看的时候 就像你娶媳妇一样 是吧 都是来自结婚 那最漂亮的时候 你娶回去以后 你长一长 一年不如一年 明白这个事了吗 它就这样 下个抽保问题比较长 说是自己配的土 移栽了两个月了 现在稳定了 怎么地了 我看一下 这不长得挺好的吗 现在你就加强光照 适当地给一丢丢的小肥料 别的没什么 如果这种叶子 老是黄老是不好 到第二年春天 你给它剪了 留下三分之一左右的高度 你剪了以后 让它重新长就行了 在明年春天 温度高光照好的时候 水肥给上呼呼长 就这么哇塞 现在不是它 生长忘记 摸一摸盆土 不干别老浇 像我们任何话都是 我们都会来观察 植物的总体形态 或者是摸一摸盆土 摸摸叶子 不干的话 我们不浇 干了才浇呢 下个抽保说 老花衣富贵族 前两天的时候 刚讲过富贵族 水培的一般都是 这就是缺乏营养的体现 你要用营养液 或者是用肥料 有话说 用什么老花衣也卖 信得过就买 信不过 你买别人的也行 反正就缺肥料 懂了吗 这种黄了的 想让它变绿很难 你可以给它剪掉 剪掉以后 它从边上还会分测芽 你放心 有点话说 你把人头砍了 这叫好彩头 你取了个好彩头 它还会长得够好 明白了吗 别那么迷信 一天到晚 下个抽保 觉得不透气 什么玩意 你把花盆 给剪了几个洞 叶子也不是很绿 你买个长寿花 你是看叶子绿吗 臭宝 你娶个老婆 老花衣 你看我头上不是很绿 有毛病 你要看植物整体 它开花 你管叶子干什么 它开花好看就完了 开花呢 家伙来 大舅子一样 她媳妇怀疑着说脚臭 你不会洗啊 对吧 它叶子红 它属于这样 正常来说 冬天秋天和春天 这种温差比较大的时候 光照比较好的时候 就晒得那种上色 多肉 它就喜欢上色 长寿花也属于多肉类的 所以说你要理解 它正常 明白了吗 非得让它绿 绿个什么绿 就不做 就点个观众 我吃了花衣 眼花最整一 白了抽包 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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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了